各位朋友 各位同志 大家早上好 这里是美国大华府 2022年主月13日 现在时间是12点 我今天早上发表一个开场白 就是中秋的一个主持人 中秋对话中南海 谈现在的台海局势 和一个中国的三原则 还有一个美国即将出台的台湾政策法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 我以前发表过很多相关的文章 我原来是准备和佩洛西 我邀请佩洛西议长 在访台之后 不是出台海军演了吗 不过再反还 这个王阳武劳 再和他祖传返回一次大陆 澄清事实 澄清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的政策 包括台湾关系法 重新解释台湾关系法的 但是现在看来 从8月18号 我在争取的 十多天吧 基本失败 失败呢 我这个人就是 已经对失败来讲 对我来讲 在台湾目前失败 在大陆也经常失败 在香港也失败 在美国也失败 这个事情我觉得正常 就是在不断地辩论 越辩论了 这个越清楚 真理就是在不断地上下求索 现在我刚才呢 就看着那个张亚中 这个提出那个深度解析两岸问题 我就觉得张亚中这个见解 也是不清不楚 他作为一个台湾最具有法律的人士 他对两岸的定位是两岸 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隔海分治 所以说我呢 按不住啊 我要给这个中国大陆 中国共产党 还有台湾国民党 包括张亚中 马永久 提出一个忠告 我们来从 怎么来解释 如何来理解台湾这个 台湾这个当局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定位 你搞清楚没有 2758局 我们思考问题 总是要搞清楚你自己是什么 搞清楚自己什么身份 自己什么定位 你挂着中华民国的招牌 实际上是通过2300万台湾人 来建造这么一个 打造一个所谓的民主政府 但是不是民主政府 你这个政府是台湾省政府 被认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不承认你是盖尔门 注意啊 美国在 一开始1979年1月1号以前 在台湾关系法 这个 我把这个做个录音 做个录音 然后我后 也就是說在《裁判關係法》 19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中華民國 包括是蔣介石的政府 是代表中華民國在1945年 聯合國註冊的中國的國民政府 注意啊 國民是中華民國 政府是當時1979年以前 是蔣介石的政府 之後1979年1月1號以後 不承認中華民國是蔣介石的政府 就是代表蔣介石的代表 就是中華民國的政府 不承認了 聯合國275把他權益 那不是聯合國275把 臺灣關係法 投降 開中民意 你要搞清楚 這個情景的依賴性 時效性變了 這個不是 這個跟這一點 馬英九 蔣介石 蔣經國都沒有搞清楚 所有的臺灣的搞政治系 臺灣大學的政治系呢 還有這個法官什麼 你真正搞清楚的臺灣在地位 臺灣問題就和平解決了 你不搞清楚自己是什麼犯貨 還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政府 那就錯了 中華民國的政府 在1979年1月1號以後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的政府 這讓大家認為 可能我的概念 概念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和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政府 兩個搞混淆了 沒有 這個兩個是同一性 這個概念的同一性啊 這個法律概念在同一個土地上 只有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府 這個政府就是英國法 國際法授權 國際法承認的 聯合國承認的政府 只有這一個 安雷瓦沒有兩個政府 所以自己認為自己 那是一個慣性 就是你自己認為 現在你已經被趕出家門了 你原來是中國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當你失去中國大陸 然後跑到臺灣的時候 變成了臺灣省了 偏遠利偶的一個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是不是就是政府 不是政府 它不能夠代表這個國家 這整個國家主權 已經不在它手裡了 所以這個時候 1979年1月1號以後 中華民國的主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手裡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立的一個新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民伏其實的 中華民伏 這一點 我們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原來講清楚了 習近平的主義論壇中講清楚了 1949年搞糊塗了 就叫做到了1995的時候 1993、1994的時候 要輪門的時候 這個就搞清楚了 1995的時候 1995是尊抗農油毀 就毛澤東是一個後悔改的活化 因為毛澤東在法律的問題上 當時新中國最高的法律的解釋權在董必武 這個參加了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憲章 他上了簽字 我代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大家看一看歷史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所以台灣2300萬人 被這些說客 被這些政客所迷惑 就是因為不懂法律 可以說 就像我就一看 張亞東我就知道了 我跟他在這裡 就在這個美國在這裡 他參與大幾個孫中山協會的時候 我跟他見過面 他在這裡 就住在我們這補兵 要在史爾英那個House 去走 他現在還在提出兩個政府 他提出的一中三線統合制 他提出的話 其實實際上都是獨裁的政策 是個分裂的政策 是個把中華民國分裂成兩個 一分沒二的政策 所以張亞東 他打著教授的 出名宣號的學校校長的名義 但是他在這個問題上 是概念不清楚的 概念是混淆的 政府有效性 1979年1月1號以前 是政府 中華民國的政府 1979年1月1號以後 不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 而1979年1月1號以後 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從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 都沒有搞清楚誰